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数字还好吗 他说这一次的这个投票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八 然后我看到的 五十八五十八 对然后他说拜托好不好 台湾的选举六十几觉得很低好不好 对不对 中央级的我不是说地方的 然后上次的上一次我们的总统大选并没有超过这个七十六十几 他觉得很低 这次五十八为什么 以前都因为以前你知道越民主的国家投票率越低 因为他们越不关心政治 他们觉得说政敌一定到的事情 美国投票率其实也不高 然后然后但新加坡投票率很高 因为你不投票是违法 北韩是一样 可是这一次投票率这么高 就说香港尤其这一代年轻人觉得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这样讲 刚刚这个郑哥所提到这个选举 是香港的立法局的选举 立法会 那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投票率以前呢最高的时候也不过是五十五点多 没有到五十八 对 所以呢长期以来他们的这个投票率基本上是偏低的 可是那投票率为什么会高 这就代表说有很多人可能以前不投票的 他出来投票了 为什么 因为他被鼓动了 他被鼓舞了 他被激励了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投票的结果 事实上也很多人提到说 嗯 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香港的一个风潮 因为说有多达六名本土派的候选人胜出了 那这可能也会带给这个中国大陆的北京跟香港这边有更大的一个 而且他们现在感觉上港独未为风潮 那到底怎么解读啊 我们请端传媒台湾美剧主编李志德 哈喽 智德 哈喽 智德 你好 那个师生好 那个永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你是大陆通哦 你怎么看这个香港直选这样的结果 当然哦 70位立法会议员不是全部直选啊 30其实6%的人口决定 可是这一次的选举结果 看来看来香港那种那种反中的情绪正在酝酿当中 呃是 那个那个中大陆通不敢讲 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我们的观察 就说刚才两位主持人其实都提到了这个投票率啊 就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 而且最重要的观察这次选举的一个切入点啊 那这次的投票率大概就是60%上下啊 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前面几次 那我们今天往回看 2003就2004年的立法会投票55% 投票率55% 2008年45.2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梁正英2012年上台的时候 呃当界的这个立法会投票率是53%啊 那这个投票率其实就如同刚刚两位主持人讲的 它像一个温度计一样 就是说今天反映的其实是呃市民对于这个政治参与的这个热情程度啊 那台湾其实我们也很习惯有这个现象 就是说今天这个总统选举热的时候 不管哪一个阵营他就就拼命的吹票 这个国外的也回来 然后这个这个在外地的也要回家这样子啊 那其实在香港也是一样的情况 在2003年其实当时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香港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个萨斯爆发 萨斯爆发其实让香港的这个 让香港市民对于这个政府其实非常的抱怨 因为当时香港处理的情况其实并不好 那甚至这个是后来董建华特首 就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提前下台的一个原因了 那当然他的原因是脚痛 所以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 这个时候这次选完以后 大家就觉得梁振英是不是也应该脚痛了 或者被脚痛 就这样啊 我知道香港脚这个习惯 对对对 香港脚只要一痛那就得回家治疗 对 那所以2003年后来出现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这个香港政府要推这个 呃他们叫做国 类似国安条例 就叫做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香港有一点 民怨费重的情况 当年的七一游行 50万人上街破了历史记录 好 那因此到了隔年的立法会选举的时候 这一股对政府的不满的情绪 就反映到了这个投票率里面 所以我们刚刚讲百分之五十五十六的投票率 其实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也是除了这一次以外 香港历史上回归以来 这个最最高的一次投票率了 那再来就是到了2008年 当时在这个曾孕权 因为他是一个文官出身 当时的特首在 呃他的治理底下 香港是相对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环境底下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政治议题 然后所以后来的这个 呃08年的这个投票率就跌到这个45.2 那反映的也是这个情绪 然后梁振英2012年上台之后的一些争议 我想大家其实都不看在眼里了 然后呃那那一届后来就到了 像香港反国教啊 这一类的事情就就就就就就开始爆发 然后投票率就开始往上推升到53 那这一次到了60的上下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对之前选特首都不够53了 对不对 然后这次竟然可以到58 因为他们对选这个特首也很有意见 他们叫鸟龙式这个投票 就是你推荐的人我来投票 不是大家可以自由参加选举 对不对 所以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投票率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观察的一个指标 但是这个投票率其实是两方面同时推升的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今天你只要是到了选举 一旦选情紧绷的时候 以台湾来讲是蓝绿都会回去动员 那其实在香港也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半民主派的支持者 或者是反北京现在叫做非建制派 这个非建制派的支持者 当然这个投票的热情是比较强的 但是一旦这个选情遭到危机的时候 这个建制派的动员 他们是做 他们更有能力做这个有组织的动员 你说比较亲中南海的那一派 对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他们的强力动员 其实也推高了投票率 所以这个投票率其实是两边 共同把它推升起来的 了解 可是值得我不太了解 因为对大家来讲 他们不都是在香港 基本上就是在那边土生土长的啦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他们也会分 本土派的这个议员呢 是相对于说 他的意思是说 我比较关心我香港本土的利益 而不是比较亲中的 是这样子是不是 我想在香港的政治光谱上面 就是说 另外我提到的 其实就是这一次选举的第二个特色 就是本土派的这个正式出现 对 那当然就是说 大家在台湾 我们只要这个吃台湾米 喝台湾水 我们就是台湾人嘛 那在香港其实当然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香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就是在这个香港有一个叫做 单程证的一个制度 所谓的单程证就是说 他当时在设计之初 是让大陆人 就是说这个制度在操作上 是让这个大陆的民众 每年有一定的额度 可以到香港来定居 那当时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制度 本来的原因是为了 当时在香港 其实有很多人 比如说自己在香港工作 或是我一个家族当中 有一部分人在香港工作 其他人留在广东 那是为了这样的家庭 让他团聚 去设计出一个这样的制度 但是现在就会 等于这个香港主权移交之后 这个制度就不断不断的一直维系着 然后就使得香港 其实每年有相当稳定的一股力量 是他们叫 他们也叫做新移民 就是本来是大陆人的 借着这个单程证 或者是求学 或是其他的方式 就进到了香港 然后经过了七年 你就成为香港的公民 所以这些是被归列为 一直有移民进来 那你如何看待这个移民的态度 你就决定了 你是所谓的本土派 还是你是所谓的这个大陆的态度 是 看待这批移民的态度 不是这批移民是非本土 不是 是看待他的态度 是到底是 是各级人呢 还是他不是各级人 OK 是不是 对 他反映了一种 一种政治上的态度 对于香港的这个 对于香港前途的这个认知 跟希望有关系 那比如说本土派的话 那这一次更多人 他就直接谈出了这个 所谓的著名字角 这样的概念 那这个在以前 即使是香港的民主派 其实也都是 用我们的话讲来 就是所谓的统派 就是他们讲一句话 就是这话听起来有点 有点怪异 但其实很有道理 就是这个香港好 中国好 中国好 香港好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们把香港建设好了 然后用香港的这个民主制度 跟这个经济制度 去影响中国大陆 然后当中国大陆 被我们影响变好了之后呢 香港回过头来 也会反馈回香港 那香港也就会更好起来 那这个路线叫做这个 中国好 香港好 香港好 中国好 那这一批路线的人 大部分都是 我们所谓的老民主派 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 比如像斯托华 老一派的这个香港民主派 但是大家也知道 特别是在八九年 经过六次之后 这一派的政治主张 其实越来越遭到 香港年轻人的挑战 那这一次 应该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年轻人对于这个 中国大陆跟香港的关系 或者是对于老一派民主派的人 所规划出来的这个路线图 越来越觉得你这件事不可行 柔情在占州运动之后 对不对 对 就变成说那干脆 我们先把我们自己做好 我也不要管那大陆内地怎么样了 那于是就落实成了一个 所谓的本土主义 了解 我觉得这个很多事情 其实真的都是会互相影响 而且所谓的这个趋势趋势 就是说你会看 像包括我们台湾这个太阳化之后 在太阳化运动里头的这个要角 都越上政治台面 现在就当立委了 同样的在香港 正宗运动也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 罗冠冲也进去 对不对 当这个立法会 这件事其实非常有趣 罗冠冲这个年轻人还真的拿出来 值得拿出来谈一下 就是说那个刚才用何谈到 谈到说这个太阳化运动的影响 那事实上罗冠冲 在太阳化运动期间 就是在这个立法院议场被占领的时候 他其实是出现在里头的 他自己就进过立法院的议场 他来台湾参加 参加太阳化 他来这个 他来鼓励来打气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那个时候 在太阳化运动的这个 这个期间 其实有一部分 或者是其实相当一部分香港人 或者是香港的年轻人 会站出来说 这个台湾人 你要这个 记得这个 看我们香港人的教训 我们现在跟这个大陆交流的结果 就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其实 然后当时香港的这个 所谓的民主派 不管是这个比较中生代的 像这次也当选的陈淑庄 或者是像这个罗冠冲 他们其实都到台湾来 其实跟这个 跟这个林飞帆 陈维林 他们有些交流 对 都有些交流 去过 我在台北就访问过罗冠冲 了解 然后一个更好玩的地方 就是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那个时候 江一话不是去到立法院 去看过一次 看过一次学生 后来很短的时间 就不欢而战 对啊 那那一次就是后来 当江一话走掉的时候 然后人群渐渐散去的时候 我就突然看到 这个香港民主派的一位议员 就这次也当选了 叫陈淑庄 他就站在人群当中 看着江一话走掉 所以这个都是有互相 都是有离死点 都是有营果点 对 渊源的 这个事情 其实香港跟台湾 互相参照的情况 或是彼此拉抬 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是的 我们今天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也回来 还可以谈一谈 这个习近平跟安倍晋三 之前碰面 对 然后这个习安会 是不是也可以看出 什么样的端倪出来 待会马上回来了 好 12点二十二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 POP Radio 台湾流星 广播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郑师成 我是汪永和 在线上接受访问 是端传媒的台湾媒体主编 李志德 谈谈最近大陆 香港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 庸永和刚刚这个志德 谈到这个本土话 不本土话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梅克尔 梅克尔因为他的 这个移民政策 就是他的接受难民的政策 这个在德国 德国人对他非常不满 因为他认为他不够本土话 接纳他的外国人 所以他在 连他的家乡的选举 他都变 他在他的家乡 都变第三大党 所以很惨 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 有时候就是 一个动作不对 你可能就在选举上面 就会失利 那讲到这个会 最近 最近有一个会 比较受到关注 就是这个杜欧会 不过杜欧我已经不会了 因为杜特地 本来跟欧巴马要高峰会了 菲律宾总统 结果杜特地 莫名其妙问候人家脑木 所以美国一伙说取消了 问候我家长 我还跟你见面 但欧巴马说 这个人挺活泼有趣的 但是谢谢再联络 可是讲到习安会 对不对 这个志德 这个因为中国大陆 跟这个日本 在南海这个问题上头 是应该是关系挺紧张的 对啊 所以这种贤安会 也是让大家 外界非常地关注 对 我想这个菲律宾 菲律宾日本 跟中国大陆 包括美国 在这次这个 G20峰会里面的 这个关系 其实还蛮值得谈一下 那那个 施誠刚刚讲到 这个 这个 独特地 跟这个 跟这个欧巴马 就会面就告吹了 对啊 我想到 这个 这种事如果在18世纪 是会打仗的 打仗啊 你问候人家的皇帝的 家长 这还不打仗啊 对啊 这恐怕是要打仗的 对啊 但是我觉得 总的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 这个 因为 之前在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美国的 美国把这个 这个军力 升进南海 一直以来 这个菲律宾 其实都是一个 这个重要的草板 或是重要的依托 那这个是在 这个 当然是在 杜特地的前任 但是当这个 菲律宾变成了之后呢 其实 这个杜特地 跟这个欧巴马 会面的告吹 其实很具体 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 美国原本 为了进入南海 或者是在 这个 巩固他在南海的实力 他建立了一个 包括从日本 到菲律宾 然后到这个越南 然后以至于 马来西亚 跟美国的关系 不是太紧密 今天有一个这样的 同盟 但是这个同盟中间 其实最重要的 菲律宾 其实现在看起来 是被抽掉了 或是美国失去了 那因此 在这一次的会议 会谈当中 不管是欧巴马 跟习近平 或者是日本 这个安倍 跟这个习近平 谈话的时候 其实南海 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在后来 美国发布出来的 这个新闻稿里面 其实有谈到 就是说 美方 这个敦促中国 遵守这个 南海法庭的 这个仲裁 但是如果要真的要论 这个实力上的 这个布置的话 那美国看起来 是少掉了 菲律宾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 盟友跟前哨战 所以 现在 现在的状况 到底是怎样 现在是 在大乱斗吗 我觉得 其实有一点 说中国 借着这个 借着这个 跟菲律宾的关系 目前在拆解 美国跟 美国的这个 在南海 这样的一个 同盟布局 那我想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将来比较值得 观察的一个点 那另外 我们之前 其实也谈过 就是这个 韩国跟 就是南韩跟 这个中国大陆中间 当然为了 撒的飞弹 那这一次 我们也看到了 他们 在这个会谈 高峰会里面 直接谈到了 这个议题 然后普警会 其实也讲得很直白 就是说 没有北韩飞弹的问题 就没有萨德飞弹的部署 那这个中间 其实也是向 这个中国大陆示意 就是说 今天我们之所以 接纳这个 美国的飞弹 其实仍然还是希望 中国去发挥 传统的角色 就是能够 约制住北韩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 其实中国 去约制住北韩的能力 其实越来越差 包括了今天 他在家里 就中国在自己家里面 这个办峰会 然后北韩都给你 放个飞弹 庆祝一下 这样子 对 所以你看得出来 就是说 以这个事情来讲 看起来 不管是在东北亚 或是东南亚 其实传统的 这个结盟关系 都处在一个 很明明白白的 在裂解争的一个情况 对 而且你知道 用何 我觉得 中国大陆野心 真的很大 你新加坡 新加坡港 是目前最大的转运港 所以他因为控制 马六甲海峡 你知道 中国大陆说 没关系 他们现在开始 时间计划 要打通泰国的 克拉地下 我一打通 你新加坡就再见了 所以我觉得 他现在的野心 我觉得不是 不是一点点 而且前两天 我们跟人家 这个跟一个 专家连线过 就是他 不断的提供一些 东南亚国家基础建设 对不对 然后打通一些路线 他恐怕他的野心 不止于一点点而已 我想这个东西 一方面是 施承说的野心 或者我们比较中心的讲 就是追求国家的发展 但是另外一个 就是说 今天南海作为 就是中国大陆 在这个经济发展 或是崛起的过程当中 其实对于南海 这条交通线的依赖 其实也越来越深 因此其实对南海 南海来讲 其实我们都知道 它对日本来讲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一条生意见 但是对这个中国大陆来讲 恐怕也越来越是 特别是 它的这个外贸开始发展 它对能源的这个需求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因此这个地方 就是说 谁控制了这个地方 谁就等于 插住了对方的咽喉 那在这个咽喉上面 彼此咽喉上面的这个作战 我想肯定是大亦不得了 对 所以杜特蒂 虽然问候欧巴马的家长 绝对不会问候习近平的家长 这开玩 这开这个玩笑开不得 我完全可以想象 川普当了总统会变成什么样 真的 到处问候家长就惨了 不要吓大家 对 好 OK 感谢端传媒 台湾媒体主编李志德 谢谢志德 谢谢大家 谢谢